大家好 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了 我們今天玩的就是和龍魚地下城 即 Dungeons & Dragons 相關的產品 其實龍魚地下城是一個誕生於 1974年的出雙遊戲作品 它對這個後世遊戲的發展 包括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 一些戰棋類的作品 即是Miniatures 甚至封行了20多年的TCG 即集換式紙牌遊戲 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自從1974年由TSR出版社推出了 建定了現今TRPG界的龍魚地下城 rulebook之後 這個作品就一直發展 直到1997年就被這個持有魔法風雲匯的公司 即法師海岸威世智收購了 而2000年世代更加推出了電影系列 這個作品就更為世人所認識 所以就有我們今天玩的這個產品 由Hasper High之寶出品 龍魚地下城的秘衛望國度 崔斯特與關海法的Azure Figure Board Set 回到產品 今次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漫畫式插頭在中央 而包圍著幅插圖就是非常吸引人的燙銀圖案 而這些圖案都非常有心思 例如在一個盒的四個角度上有代表著龍魚地下城的二十面色 背景也有卓以精靈的地下都市 以及代表著卓以精靈信仰的蜘蛛 以及代表著崔斯特好拍檔的關海法黑炮 logo 拉開了這麼精美的紙套之後 就會看到我們今次的產品內容 其實今次的愛盒真的非常有收藏價值 不過個人會比較希望用回平日NECA那種活門設計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回合之後觀賞 我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了 今次Pass也不少 我們逐樣逐樣慢慢看看 首先它今次有一顆跟Figure不是好關係 不過代表著龍魚地下城出上角色扮演遊戲的二十面色仔 上面也有一個龍魚地下城的logo 一搭跟趨斯特有關的一些好像子父那樣的臨身卡紙 它的正面其實都是一些跟趨斯特故事裡面相關的怪物 例如封面這隻白龍威力就是很有名的冰網 後面也有其他冰箱巨人等等的角色 不過今次我這一匹紙牌是錯癖的 因為今次我有兩張哥布林隊 正常應該其中一張是柴狼人才對的 再看看跟我們Figure有關的配件 首先今次它有一件 代表著我們趨斯特的冒險者和遊合身份的斗篷 今次這件斗篷使用的膠料比較軟身和輕 今次斗篷和平常玩Hunt Marvel 進就不同了 後面是沒有筍位 是一件過頭粒的設計 一條可以帶到我們的Figure頸上的獨角獸掛式 再看看武器部分 今次我們要為趨斯特身為一位非常出名的雙刀遊合 他用的配刀也是大有來頭的 我們首先要看這一把 來自於古代精靈珠祖的寶刀閃光 這一把閃光是出自於冰封之谷三部曲 在故事中是獨行無私贈送給趨斯特的 他刀閃上的藍色光芒是因為他附了削鐵如麗的魔法 而且他也有感知危險的能力 而第二把要講的是這一把 在碎魔精故事中趨斯特獲得的冰王 這把冰王其實就是在趨斯特打敗了同名的冰龍之後獲得的寶刀 在故事中他是有火焰抗性的 也是為了這個緣故 所以趨斯特在之後的決戰裡 就利用了他打敗了惡魔厄徒 這次我們也附送了這個特效件 給我們套到兩把寶刀上用的 還有一件魔法道具 不過對於我來說 其實他和這個武器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這一張黑色炮型的黑馬魯雕像 我們的趨斯特可以利用這一尊雕像 去召喚他的好拍檔 黑色大貓關海法 Figure本來是Pass 這次有一個拳頭的手型 還有一隻爪型手 這次我們的趨斯特會有兩個頭雕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冷笑的頭雕 其實這個神城很配合他本身卓爾精靈的身份 其實在故事中 卓爾精靈會比較像其他奇華文學的暗黑精靈 他的社會族群和信仰都是邪惡的 不過我們的趨斯特最後投入了正義的一方 所以才有之後被慰望角度的故事 還有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帕德之門的歷險情節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趨斯特 也看看第二個頭雕 這次他的第二個頭雕是一個咬牙切齒的表情 其實這次兩個頭雕的表情做得非常好 但是其實我印象中 去年度趨斯特的插頭 通常他的皮膚很像 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中黑色的 和現在這個淺紫色就有很大的出入 不知道是不是我記錯 或者是他有一個新的修訂版本 不過他現在這個淺色的皮膚 令到他的表情更加容易展露出來 所以看下去更加有神髓 除了這次有這麼漂亮的頭雕之外 看回他的身體部分 這次他整套 油盒裝備 都是充斥著皮甲的造型 每塊鴿 其實他都用了金色塗裝做菌邊 所以看下去 整套鴿的層次非常豐富 再加上皮甲表面的紋理 就處得非常好 就不是光畫一塊 每塊鴿上都有凹凸的紋理 所以看下去 質感就會非常之重 再加上 現在我們看回整隻Figer的比例 其實我覺得比以往我們平常玩的 Marvel Legend 拿捏得更加好 接近正常人的比例 就不會有那種QQ版的情況出現 這次他除了一套鴿之外 他身上有些裝備 譬如索帶 甚至是他兩把劍招 不論是造型 塗裝 細節上都沒有馬虎 譬如這些綁繩 扣位 後面這些皮甲的 擺位 全部都做出來 其實真的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隻趨思特 比我平常玩的Marvel Legend 更加之有驚喜 我們趨思特的驚喜 當然不止那麼少 現在大家看到 他的頭雕的面部和髮型 很平常做到分件 除了美觀之外 其實這次他的髮型 是可以做到拆件 當然就不是玩這個光臘形態 其實我們可以配合不同的髮型 這樣我們就可以 展示不同組合的頭雕出來 我們再來扭一下趨思特 首先頭部由於是換頭雕設計 你也預料到是這個球關 向前接的幅度 非常好 可以貼到胸口 向上按的幅度 都非常之厲害 這次除了頭部之外 他的頸也是可以動的 非常之厲害 所以 整個頭部連頸的活動幅度 是非常之厲害的 另外 肩膀位置 這次肩膀位置 是有一個蝴蝶的關節 除此之外 整個手臂 平轉 橫舉 二頭肌的關節 手肘 手肘 接近 手腕 平轉 內 外摺 也可以 另外 身體部分 這次身體部分 他用了這種 比較舊式的 凹凸設計 所以他的摺腰幅度 是比平時用波齋 大的 另外 裙甲裏面 是有一個轉腰的關節 另外下盆部分 這次我們向前踢的 很厲害 裙甲是沒有頂住的 但是我們向後 向後就會被一個 屁股件頂住 所以其實向後踢的幅度 只有這麼多 就是推進的 另外裙甲遮住的大腿位置 是有一個平轉關節 膝頭的部分 這次雙關節 摺進 是完全摺腳沒有難度的 另外最後這個腳裏位置 雖然腿甲是有包著的 不過呢 他向前 向後 向前 和摺地 都是OK的 值得提提的地方 這次不論是他 他手的關節位置 或者是腳的關節位置 都用了比較新式的設計 所以 他的釘位是沒有外露度的 看下去 就比較帥氣 很多 還有 這次由於 他的刀鞘 用了 軟膠設計 他的索帶 所以我們剛才做的動作 這兩把刀鞘 插上去的時候 都不會妨礙的 非常之好 最後當然要看我自己最喜歡的黑豹 關凱法 其實以前我會叫這隻黑豹 做紫羅蘭 首先這次 其實他的圖裝是很漂亮的 所以大家看下去 除了眼睛和眼睛 沒有什麼油牙色 其實如果近鏡一點 和在燈光照射看清楚的話 其實他頭部去到背部的位置 還有 他四肢的上面這個部分 都有做到一個非常漂亮 漸變色的金屬紫色圖裝 他真的可以模仿平時動物的毛皮 那種光澤的感覺出來 這個圖裝做得非常漂亮 除此之外 這次他的眼神也游得非常仔細 不過這次他的眼睛 是用了一個散射式的圖裝 去處理他的瞳孔 跟以往我們熟悉的貓的瞳孔 就會有些分別 再來看看這個活動關節 首先他的口是做到開合 另外頭部是球關 另外頭部是球關 頸和身連接位都是球關 上下半身中間這一節都是球關 尾巴這裡雖然不是球關 不過這個平轉 還有這個 中間還有一個活動關節 利用平轉和這個活動關節 我們都可以做到全方位的活動 不過很可惜他的尾巴就是硬直了這個弧度 另外四肢方面 今次他的前肢 向前的幅度 向後的幅度 另外手持位置 接手 接手 90度 這裡是有一個平轉的關節 另外手 這個炮掌部分 向前 向後 也有一個接地的關節 另外後肢的部分 就 硬身一點 不如我試試這邊 向前 向後 對方的幅度 比前肢好像大一點 另外 這一節關節 有這個平轉 還有向後 刮球比較緊一點 向前進 只有這麼多 其實腳都可以拉直 另外這一節關節 前 前 和後 有這麼多 不過這一節就沒有平轉 最後這個炮掌 當然有前 和後 和接地 所有東西都看實了 當然我們要玩一下 吹斯特和阿關的海法 中文字幕提供 在沿道裡面 不想睡醒 對方 在沿道的同項 風光 圍 家 之欣 今天 也會 為此 有這個 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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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雖然它們貴為一年前的東西 不過直到今時今日 我相信近兩年內 Haspo 沒有一隻Action Figure 是可以超越它們的 而且相對於Marvel來說 它的價格是相對便宜 我覺得這當然是非常難得 但很遺憾的就是今年的 魔法風雲匯 Cossover專輯 以及這個龍與地下城的電子遊戲 的反應都未如理想 我相信Haspo 推出崔斯特其他 冒險隊隊友的機會都非常渺茫 不過我也是希望 官方可以考慮一下 以及繼續推出更多 和龍與地下城相關的Action Figure 今次就是 我們這個龍與地下城 Action Figure的介紹 如果各位想看更多 不同的玩具和 Hobby 資訊 或者開箱的話 希望都留言給我們 多謝各位